家政妈妈一刀刀切下 看到竹笋是新鲜百分百 夏季正是品尝竹笋的好季节 为了行销在地农产品 也配合农委会食农教育整合计划 台中市农会举办黄金玉冷笋的推广活动 除了示范各种创意料理 也透过课程宣导玉冷笋的制作过程 黄金玉冷笋是经过我们一大早损农 去山上采收下来的 经过农会的选别之后 用大概冰水 大概2到3度期或是5度期的冰水 来浸大概一个小时 那弄出来的竹笋 它的纤维就不会再老化 那就不用去用保鲜剂来处理 台中大坑地区是盛产麻竹笋的农业产区 每年的收获量将近4000公顿 近年更透过专业的玉冷保鲜流程 生产黄金玉冷笋 不必额外添加保鲜剂就能有效维持竹笋的 新鲜与营养成分达两个星期上 是因为之前有朋友送我这个玉冷笋 那我在家里把它烹饪 拿料理来吃之后 我觉得它的口感真的是比较脆 也比较鲜甜 那所以我现在已经食用完了 所以我特地跑来农会这边 特地再来挑选这个玉冷笋 再回去料理 结果真的人潮蛮多的 农会表示台中麻猪笋不但品质好 口感清脆鲜甜 且具备高纤维低热量的特性 美味又健康 在炎热的夏季中更有消瘦的功能 外民众把握实力 品尝美味又健康的台中麻猪笋 介阳中环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